2月28日上午10點04分 官員分隊接貨指揮中心派遣 表示赤克山產業道路上有一台小發財車起火燃燒 那官員分隊人員到達現場發財車車頭已完全燒毀 駕駛表示開車於山路途中時發現前方有冒煙 下車以後車頭及全面燃燒 駕駛出估財務損失約6萬元